2020米其林昨天公布摘星名单 台北有多达26家入选 台中却只有4家餐厅得奖 也没有任何一家中式台菜月菜入榜 连胡天兰都为台中抱不平 我们只有很细餐新加坡菜 得到星星 我今天来过我们一个晚上 我觉得我们台中很多很多的这个中餐 是超越台北 是防止手用超越台北 专家还点名法师料理的法三小馆 而月菜餐厅金月轩是遗珠之汉 未能如愿摘星的金月轩认为 他们餐厅的场地大可能是落榜的原因之一 就是要为的就是他们要菜式就是要精致 要注重服务 就是场地的来手也是一个问题 台中的中餐啊月菜啊 也会有更大多的机会 我们也会继续熟练啊 专家也认为部分落选中的餐饮是一级棒 可惜空间座位太多 无法顾及米其林细致服务的样态 没得奖不代表不是好餐厅 有时得奖是因为餐厅比较符合游戏规则 这次台中入选的四家主厨都有出国见习背景 餐食和餐厅的风格较聚国际观 像是JL主厨林田耀有乐目的养成经验 还有到北欧等餐厅见习 因为他曾经有在新加坡的新体餐厅学艺过 所以他把新加坡料理的金子 融入他的料理 他是特别去强调摆盘跟视觉的享受 JL这家店大胆玩创意 可以做出横空出世的南洋料理 又像时尚欧陆菜餐厅 Foggetta 开在台中最精华地段 位于走过路过容易错过的巷弄 符合达观贵人想要的低调演义感 收客量不大 为的就是要细致服务每一个客人 今年摘新的黑马安达的肉屋 走的也是低调细致服务 价格相对高 是蛮惊讶的 就是我们这样的小店能不能够被看到 专家指出 菜肴无可挑剔的中餐等因为场地大 就比较无法细致服务每一人 可能是成为鱼猪的原因 不过台中的小吃英材大面羹 获得米其林餐盘推荐 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连老板都不知自己获奖 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 这个喜讯 蛮惊讶的 不过这种庶民美食 早就获得台中人的肯定 实至名归啊 因为它真的就是很棒啊 而且烧肉必点 就炸起来很酥脆 它里面的肉就是软嫩的 它的酱料也蛮独特的 可以试试看 专家表示 今年米其林跨出台北 到台中做美食评件 将会带动台中餐饮业的格力 会有更多自己个性和风格的店出现 弄新闻台中报导 我们下期见了